黃立成的變形金剛時間第81集 泰坦回歸系列第三部 美版、飛集、密卡登 泰坦回歸系列第三部 Hi everyone, welcome to 黃立成的變形金剛時間 這是我們第81集節目 今天我們要來跟各位分享的是泰坦回歸第三部 其中一個非常盛世在近期的玩具中 讓大家比較受到好評的一個玩具 泰坦回歸系列第三部的飛集、美版、密卡登 而這個密卡登呢 在當初其實剛出的時候 就算是有非常多人已經有在分享這一款玩具了 而大家給的一個評價呢 其實也都還算是不錯 不過因為我個人在那個時候 是有在準備那個國中段考的一個部分 所以的話那一段時間就沒有去購買這一款密卡登 所以的話就在最近購入了這一款密卡登呢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而這一款密卡登呢 也是我最近在百貨公司所購買到的 所以原本是打算有要收場貨 因為場貨會比較便宜 不過後來想一想還是收在一個百貨公司賣的一個部分好了 然後現在跟各位做這個卡片的一個展示 卡片的話呢和玩具本身說真的嗎 真的不太像 說真的真的是不太像 然後不過比較有趣的是呢 在它後面一個能力值部分 力量以及這個火力都算是還蠻高的 這個密卡登各位都知道 光是這一門融合大炮的話就足以讓很多的其他的薄牌變形鋼 形身畏懼啦 好然後我們來看到這個玩具本體 玩具本體呢其實各位可以先這樣看一下 比較明顯的是它這個胸口這個貼紙的一個胸毛的這個貼紙 說實在話我非常討厭這個貼紙 因為在我拿到這款玩具的時候 這款玩具是全新的沒有錯 但是它這個貼紙的一個狀況其實是貼歪的一個樣子的話是還蠻慘的 這個是對岸代工還是其他什麼時候代工的這種品質 真的是令人不敢恭維啊 然後這個密卡登呢說實在話 讓我在當下看到它的時候 會讓我想起在我第一次接觸G1這個系列 就是在G11978年的時候推出的那個大電影吧 也就是在當初柯博文死掉 然後變成這個羅迪至尊以及金破天的一個那個大電影 是1978年還是什麼時候我永遠忘記了 不過是這款密卡登讓我想到在當初G1裡面密卡登的一個造型 算就形象來講還是差的有點遠 不過就我個人的歪歪啦 然後我又給它製作一個類似G1裡面的那種武器 這種是一個鋼彈的那個光束鍵 然後一樣是可以握在密卡登手上 待會會跟各位做一個展示 以及這個錘子 在G1第一集裡面 這個密卡登就拿出錘子和科博文在水壩對打 不過這好像第一集還是第二集的劇情吧 這就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G1的一個影集 然後再來就是在大電影裡面 它拿類似的這種槍的一個小槍 不過這種小槍的話密卡登拿的機會也不太多啦 不過我倒是覺得還蠻扯的是在大電影裡面 它的這個龍和砲是在戰鬥中就直接被拆下來的 這個我就不知道是為什麼會這麼容易被拆下來啦 然後我們來看到玩具本身 玩具本身呢其實在一個密卡登的一個形象部分 算是做的還不錯的 一個霸氣度的話都有達到非常好的效果 然後這個泰坦回歸系列顧名思義就是各位知道 都是有一個頭領金剛 這個頭領金剛的話一樣呢是可以做一個拆卸下來的 我們先把玩具放後面 這個頭領金剛的一個顏色呢細節的話比較少 然後可動部分的話也就跟之前的一個太陽回歸系列差不多 OK細節的話就只能是這樣啦 就畢竟小型的這種玩具嘛就不強求太多 然後正面的話呢我只能說這張密卡登的臉色呢做的非常的帥啊 雖然在一個神韻的部分 不如其他一個第三場的一個密卡登玩具 不過在一個基本神韻的一個拿捏 以及這個官方品質的這種漆面來講的話 這個密卡登的一個頭雕呢是做的非常成功的 不過就很可惜的是如果沒有頭領戰士旁邊這兩隻腳的話 這個密卡登的話是幾乎跟一個G1的一個造型 算是非常還原到的一個部分 然後按插的話呢是頭領戰士一樣是用頭領戰士的這個頭呢去對身體上的一個卡槽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在卡上去之後是通病還是怎樣 這款密卡登的讓人一個感覺是比較像是在往上看 可我個人覺得你拿一個科博文在旁邊的話 照理論來說科博文是要比密卡登矮一點點的 但是你密卡登往上看的話就感覺沒有到那種比較 比較高大強壯霸氣的那種領袖的感覺 所以我通常會將他這個卡扣稍微鬆開一點點 讓他往下看 俗話說變形剛低頭帥百倍嘛對不對 各位可以看到往下看的話的一個效果的話是真的有 讓人覺得至少讓我個人覺得是會比較好看一點的 然後你可以調一些角度 然後再加上旁邊這個融合大砲的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這種感覺是真的會非常的帥氣啊 然後開頭忘了跟各位介紹這個密卡登的一個身高來講 嗯其實和以前和變色的一個玩具的話呢 只能說還好就差不多到變色隱蔽科的一個 已經有到頭部的一個位置 不過這個我隱蔽科是有加這個腳底板配件 所以實際上來講這一款密卡登應該是和隱蔽科差不多高的 然後和同期這個泰坦歸歸系列的一個科博文那個G2造型的科博文呢 我在網上有查過資料 在一個身高部分呢 其實他比那一款科博文的話還要再高一點點 所以一個 以一個飛機的一個玩具來講這一款密卡登的再一個造型 以及一個還原比例上的話算是做的很成功的 然後在一個正確的一個比例來講的話 算到頭部的話是差不多有19公分 所以的話就是一個中大型的一個飛機玩具 然後各位 玩試一看給各位看一下 背包的一個處理呢 只能算是還好 以及這個我非常痛恨這個貼紙 貼都沒貼好都我才玩的差不多 兩天左右 各位可以看到這就已經開始捲曲了 然後偷腳部分呢 一樣是有的在這個部分 以及手臂 不過手臂這裡 這塊大空洞的話是因為變形的需要 所以的話就沒有太強求多少了 以及在頭的旁邊呢 他其實是有一個機制的 是可以這彈起來 不過我個人感覺這個彈起來的一個樣子 其實還沒有很好看 而且如果各位依照我剛才在頭領戰士這邊 把這邊的卡扣稍微鬆開一點點 讓他往下看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他的頭的話會比較 看起來會稍微比較大 所以在一個形象部分 以及頭的一個比例部分 其實就不用這兩塊板子來做一個幫忙增大的一個部分 而且這樣頭的一個可動性的話呢也會比較好 然後在可動性部分的話 肩膀平舉超過90度 將近是180度 不過這是因為變形的需要 然後在二頭肌的部分呢 一樣是有的 手肘只能達到90度左右 腰沒把旋轉 然後拳頭也沒辦法 頭的話是雄群關節 往上往下 都是沒問題 汪桌我們也有 如果沒有使用到旁邊這個機制的話呢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個炮的話呢也是可以拆下來的 看似要裝在左手還右手 不過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蜜卡燈的一個炮就是固定是裝在右手的 這的話就先把他旁邊去 然後腿部的一個部分呢 往前 可以算蠻高的一個角度 往後也可以 然後膝蓋的話 90度差不多 然後也有一個旋轉關節 二浪腿是沒有問題的 櫃子的部分呢 其實算做不太到 不過如果有 因為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有一個卡扣的 如果把這個卡扣稍微鬆開的話呢 櫃子的部分的話就可以勉強的達到 所以的話算是 還不錯啦 在可動的一個部分的話 算是有及格偏中上 不過我個人覺得很可惜的是 他沒有做出一個腰轉的一個部分 讓這個蜜卡燈在擺一些動作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很順心如意 然後腳底板的話呢 偏大 然後 不過在 算腳底板偏大 但在站立的部分 因為他後背包其實也算有一點重量 所以大家 各位還是要拿捏一下分寸 要不然他常常會很容易往後倒 然後 腳底板的話 這邊 前面這一塊可以上下左右動 上下動而已 左右動的話沒辦法 剛剛一連算給說出來 然後讓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融合炮武器的一個部分 武器的話呢 其實他是有兩個的 這一塊 這個融合大炮是由兩個武器所構成 而這個灰色的武器呢 就是可以讓頭領戰士來做一個搭載 然後細節刻畫畫算是不錯的 然後另外這個黑色的槍管部分 上漆這黑色漆畫就上得非常漂亮 然後在這個地方為了防止刮漆的部分 變成是用原色 原型色來處理 不過這種黑色漆畫我個人感覺真的非常的漂亮 不過空洞說話其實也還算蠻多的 所以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這些空洞補起來 然後再把這個灰色的一個槍的話 把它漆成類似跟這種黑色金屬漆差不多顏色型 這樣的話再做一個合併的話 會更像密卡燈的那一個黑色的一個融合大炮 然後各位看到這兩邊都是有凸的 所以安裝在密卡燈的右手跟左手是沒有問題 不過各位應該都會比較想要裝在右手的一個部分吧 然後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拳頭裡面呢它其實是沒有上漆的 應該也是為了怕刮漆的一個部分 可是我更感覺這種 這種感覺你沒有上漆的話 就真的是稍微有點落掉了 然後這一款密卡燈呢在人型上面 其實算是非常霸氣的一個密卡燈 不過就我更感覺比較可惜的是 它整身的一個膠感呢都是非常的重的 各位可以看到幾乎都是灰色的這種塑膠色 所以的話就偏可惜一點啊 如果可以上銀漆的話呢這種感覺會非常的不錯 而且黑色的漆以及一個細節的話 這款密卡燈的細節真的是我看過非常豐富的 在以現代現今的一個玩具來講的話 這款密卡燈的一個細節真的算非常的豐富 可是在人型上面的話我只有三大缺點可以挑 第一個腰轉第二個漆面 第三個就是這貼紙 這貼紙真的是有夠 唉 我實在是都不知道該怎麼說啊 這貼紙就 除了這個正宗一樣狂派貼紙貼的還算OK 其餘的就真的是還蠻慘的 所以之後再錄完這影片之後呢 我應該會把這貼紙撕掉 然後用水貼的方式來給密卡燈做一個呈現的一個部分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 就讓我們來進行這個密卡燈的一個三遍變形的一個過程呢 首先呢 Transformers 我們先把這款密卡燈的一個泡給拆開來 我們首先先進行首部下半部的一個變形 我們把它後面這塊零件直接翻出來 然後再變形成人形的時候呢 這邊的話是有一個卡扣的可以扣住 然後接著呢 我們用二頭截的部分轉90度轉到前面來 然後兩旁肩膀上的零件呢把它往前翻 這樣就變形成一個類似履帶的一個樣子 而這個密卡燈的一個三遍呢 就是人形飛機以及坦克 所以我們現在先跟各位來示範這坦克的一個變形 然後我們接著呢 把腳先轉到後面來 腳的這部分呢 後面翻開來 各位看到 都空的 然後把腳底板給收進去 然後旁邊 腳 右側的這塊零件 把它翻出來一點 然後 各位看到這邊 黑色是一個雙洞零件 把它翻過來 把大腿的一個部分呢 給收進去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這裡 各位看到這邊是有一個卡扣的 其實應該是要扣進去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這一款玩具就 不知道是我變形方式不對 還是同樣 我個人的話是扣不太進去的 所以的話就 其實變形的話也還算是可以啊 但就不知道是為什麼我這一款的一個樣子會這樣 然後 左腳的一個部分呢 就跟剛才的變形方式一樣 大腿收進來 然後這一塊零件蓋起來 然後兩隻腳密合 OK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砲台 在背後的這個砲台往前移 然後轉180度 接著呢 把這兩片零件 這邊的話呢 是有一個卡扣的 鬆開來 在這部分 卡扣鬆開 鬆開之後呢 整隻手打平 然後 在裡面的話 都是有一些卡扣的 把它扣起來 這個 這個 OK 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呢 這個翅膀 飛機翅膀的一個部分呢 把它 小翅膀收起來 然後大翅膀的話 再蓋上去 不過就 各位看 這樣子 明明是坦克形態下 可是卻有這個 飛機翅膀就 讓人覺得還蠻尷尬的 然後接著 手臂的話 一樣是打平 OK 然後裡面的一些卡扣 把它給扣緊 然後翅膀的話 一樣 然後把頭領戰士的頭呢 拔下來就行了 然後最後呢 是把這胸口的部分 把它往前移 然後 然後炮管的一個部分呢 是可以再分開來的 把它分別 往前擺 OK 然後這個的話就先 站起來就在旁邊 不理它吧 終於來這 密卡登的一個戰車形態呢 就算是變形完成了 這款 泰坦回歸的密卡登呢 在戰車形態下 其實以某個角度來看的話 算是非常不錯的 各位可以先看到 那以玩具的一個角度來講 變形金剛的一個坦克車呢 這炮管的部分 可以這樣上下動 以及左右這樣子旋轉的話 其實算是不錯的 然後不過的話 就可能會有些人嫌這個 炮管太粗 以及一個顏色沒有對到 不過這可能就 比較 吹毛求斯一點吧 約這 其實 槍管的一個黑色顏色 算是不錯的 所以的話 除非是把整個一個 操控台的部分 七成黑色 要不然這個 一定是坦克車下 比較大的一個毛病 然後 滾動的一個部分呢 當然 履帶是沒辦法動的 是依靠下面這個 紅色輪子 來做一個連動 不過 後面的話 就稍微比較尷尬一點 都算是 收的比較 雜亂 然後 這個 灰色槍的話呢 其實是 可以 依照官圖上面來 變的話呢 是要擺這樣子的 然後 讓頭領戰士呢 可以坐在這個 上面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 這種方式還蠻蠢的啦 還不如把這個 拿掉 然後這樣子 更 會讓人 比較有那種 頭領戰士在駕駛 坦克車的那種感覺 我個人是覺得 這種感覺的話 算是比較不錯的 然後 在一個 戰車型態下的 一個細節呈現呢 算是 在幾個 一個 形態裡面 在三種形態裡面 算是比較多的 因為幾乎都是 讓一個 表面的部分 都有非常多細節 但是 在一整個 後面的話 都是為了要 變成三變的 一個形態 所做的一些 蛇氣啊 好 那我們就來進行 這個密卡燈 最後變形成 這個 飛機型態的一個 變形過程吧 首先呢 我們先把頭領戰士 給拿起來 然後 砲管的話呢 是可以不用動 然後 我們先把旁邊的這個 飛機翼呢 給打直 打直 然後再要把 手部的一個卡扣 給鬆開 首先是 前面這裡 左右 稍微動一下 OK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鬆開來 然後 在前面這部分呢 也是 手臂的話 是有一個卡扣的 這裡要鬆開 然後轉180度 然後 翻到前面 前面的話呢 旁邊這邊是有 小翅膀 小翅膀呢 先往前翻 然後這邊 零件的話呢 打直 然後在這個部分呢 可以看到這邊 是有一個 互相咬合的形狀 然後裡面又有一個 凸 卡扣的話 卡進去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再來呢 把這塊灰色前面的零件呢 轉180度 轉出來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先不做變形 先變形前面這部分 前面的話呢 把這邊 這裡是有一個零件的 運用雙洞關節 把這邊的一個卡扣給對準 卡進去 然後旁邊的零件呢 把它給收起來 壓緊 然後這個 炮台的話呢 就轉到前面去 變形成 飛機石 下面的一個 火炮 算這火炮看起來 是還有點巨大的 OK 然後這部分的話呢 一樣做一個 收納 OK 然後再來就是 頭領戰士呢 是 我們把這個駕駛艙打開 飛機頭拿出來 然後 這個 這個 這個變形機之後的話 算是我個人覺得 這款飛機上面 做的 最有趣味的 各位看好 就直接讓一個 泰坦 就直接讓一個頭領戰士 坐在這個駕駛艙裡面 我個人覺得這種 變形巧飾 真的是 現在的變形剛 非常需要的 好 那我們就變形完 這個密卡登 三變形態裡面 最後的一個 噴射機型態了 在所謂的這個 戰鬥機或者是說 噴射機型態的話 其實以上面 從一個上面來講的話 算是做得還不錯的 這邊卡扣又鬆開了 不過在後面的部分的話 就稍微是有點 爛尾的一個處理 各位可以看 就後面的一個部分的話 跟剛才 坦克車型態一樣 比較雜亂 不過這邊的話 有這個引擎的一個刻畫 算是不錯的 不過就很可惜 上面的一個 空洞錯話 是完全沒有做任何彌補的 不過在一個 以戰鬥機 我 我個人是不太挑彩局型態的 不過 以我個人這樣子 一個審美觀念來講的話 算是 這個密卡登的一個戰鬥機 算是還不錯的一個樣子 然後 底下的話 這個 炮管是稍微 略出了一些 以正常的戰鬥機來講 應該是不會搭載這麼 厚的一個炮台 然後 下面的一個起座架的一個部分的話呢 是以炮台上面這些 假輪子來做一個代替 這樣子的話 就稍微 比較可惜一點 因為你既然都已經做出這種輪子 那何不再設計一些讓這個輪子 貼地的一個處理 而不要讓這個 坦克車下的一個炮台來接地 不過這個應該就是 沒有辦法吧 畢竟 一個 這麼受人歡迎的一個角色 要連續設計成 三種型態 而且要兼顧美觀的話 的確在設計上來講的話 算是比較困難的一個部分 所以的話 這款密卡登 再以現今的一個玩具來講的話呢 算是一個非常好玩的一個玩具 而且在一個造型以及角色上面 又是受到很多人喜愛的 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先進到這邊 希望各位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可以到下方按讚並分享 想看更多這種影片的話 可以到我youtube頻道按下訂閱 或者是到我FB粉絲專頁來跟各位看看 然後 之前剛才的一個人型的話 沒有介紹到這個鍵的一個部分 各位也可以到我的FB粉絲專頁來看看 約我拍一些這個 第81集的預告 各位也可以去看看那些照片 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到這邊 我是黃愛生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